大寻宝家谁才是杭家 我是阿关西北娟 在今天大寻宝家小教室 要教我们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谈谈汝瑶的 幼色 幼直这个部分 幼色啊 哇 汝瑶的幼色好美啊 你觉得很美啊 那种美 我说不出来 它那种到底什么色 你说它是蓝吗 也不是 你说它是绿吗 也不是 它到底那算是什么色啊 它应该是在蓝绿之间的混合 是一种混合色 其实这个有一个典故的 就是在五代诗国里面 有一个后洲 后洲这个国家 有个世宗 后洲世宗叫柴蓉 柴蓉在做他的御用瓷器的时候 跟大臣讲说 我要那个雨过天青的颜色 雨过天青的色 什么叫雨过天青 就是说下雨过后天放晴了 那个云打开了 那一片蓝 我要那个蓝 好啰嗦啊 因为古代人认为皇帝是天子 是从天上下来的 天是什么颜色 是青天 所以你仔细看那个蓝 它基本上就带蓝色的 所以他认为蓝色是皇帝的专属色 他就要遥功去做这个颜色 所以宋徽宗他们北宋是 从后洲世宗里面 柴蓉接下这个皇位的 所以宋徽宗也喜欢 五代的柴蓉讲的雨过天青 就是雨过天青云破处 这般颜色做将来 就是雨过天青云破处 那个破的那个地方那个蓝 我要那个颜色 这个做过来给我 这是在网络看到的 你是在网络买的吗 是的 马币八百 马币八百大概是九个台币 八千吧 八千 那你这一趟 飞机票都超过这个钱吗 是的 没有错 所以为了来见心目中的偶像 曾教授 是的 特别 不远千里而来 是 这件不错 这件是老玉 是老玉 雕工是老的 不是现代的 所以它是个老件 所以宋徽宗呢 他们北宋是从那个 后洲世宗里面 才荣接下这个皇位的嘛 所以宋徽宗呢 也喜欢五代的这个 才荣讲的雨过天青 就是雨过天青 云破处 这般颜色做将来 就是雨过天青 云破处 那个破的那个地方那个蓝 我要那个颜色 这个做过来给我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雨过天青 云破处 是什么样的颜色 然后现场 教授带了很多鲁窑的残片 对 这是从那个 考古遗址里面出来的 所以这是真正对的东西 我们拿来做比对研究 好 那因为古代这个右色 中国人是玩右色的 所以右色在高温状态下呢 它是不稳定的 也就是说它烧出来的颜色 会跟它配方 跟你的幼直 跟你的那个火温的状态 因为不同而变化万千 每一件烧出来的 基本上不会太一样 所以烧出来每一样 各位看这个是有点蓝的 有些是比较偏绿 偏灰的 有些可能呢 它就会偏点绿 所以鲁窑的右色 基本上是蓝绿之间的变化 但是最好的是天青色 因为它追求那种天青的颜色 那你现场有没有天青色 天青的颜色 基本上这片应该可以 这片 但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追求到 绝对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天青的 它那个天青 基本上带点绿的味道的 所以中国人的颜色 是很难去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经常觉得 乳窑的颜色是很难形容的 千变化化 同时呢 这个乳窑的右 它也不会太薄 但是也不是很厚 但是它不薄 倒是真的 因为它慢慢地吸收 一种乳酌右的技巧 所以它有点厚 所以我们在摸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它的右是比较厚一点点的 你说那个右的感觉 感觉是比较厚的 但是不是很厚 它没有像南宋的官窑 就像上油漆啊 上的薄还是上的厚 那它这个漆呢 上的感觉是稍微比较厚的 有点厚度的感觉 这个要常常摸才知道 对 所以要去收集这些真正的蚕片 所以教训你晚上睡觉 都是抱着这个蚕片 没有没有 你是摸它 我们就是在这个书房里面 常常这样看 那玩就知道了 好 这是蚕片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好 来 我们看一下图片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偏蓝的 有没有 这种蓝的 然后累积这个地方 肌肉的地方 它的蓝又特别清楚 淡淡的 这个蓝好美哦 对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 乳窑的右色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是不均衣的 所以现在做出来的东西 现在做的假的东西 它会比较均匀 你看啊 它是从蓝色 又变成浅蓝色 变成深蓝色 又变成深蓝色 浅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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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叫烟青色 就像烟一样飘过去的蓝 所以烟有浓有淡的 飘过去的感觉 各位看这件啊 这件是台北故宫的吧 这个就比较蓝 你看看啊 它有的深 有的浅 有没有 你仔细看 你仔细看 眼睛要张大来看 眼睛张大来看 因为通常我们买错古董 是要怪我们自己 不够细心 除了知识不够 就是不够细心 你仔细看 它那个蓝的变化 是不是 它有烟的变化 是不是 有很多细微的变化 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宋朝的美学 是非常简约的美学 但是简约不等于简约 到无聊 简约不是单条 简约里面 很复杂的东西 在里面层次的变化 是要让你定下心来 慢慢欣赏 才感觉到的 那就是宋朝美学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 你看到没有 这也是 这种天蓝色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 这件也是 这比较明显 这件也是 你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幼的变化 有深有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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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单一色调 那我们来看蝉片 蝉片看得出来 它的烟青变化 蝉片也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因为蝉片 它埋在土里面 藏位太少 它埋在土里面 所以有很多地方 被土咬的 变得很均衣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 看得到吧 有没有 我看得到 城市上的变化 这个比较蓝 然后慢慢的颜色 比较淡一点 对对对 有 所以我们 不是因为光线的关系吗 不是不是不是 它本身的幼色 它本身的幼质里面 就有这个变化 另外我们看到的幼质 也是很特别的 就是说它的幼里面 当然古代人 它放了很多的添加物 而且这个配方也是秘密 不会让别人知道 到现在还没有被解密 没有办法 可口可乐都解密了 我们现在这种蝉片 我们现在大陆考古队 发现的这个清凉式遗址 我曾经去看过 它那个两边 窑址的 窑场两边 就有那个水沟 水沟 水沟里面就堆满了 像这样的蝉片 是敲碎的 这表示当时的磁器工匠 把瓶管下不合格的 就把它敲碎 然后就丢在那个水沟里面 埋起来 沟槽里面埋起来 因为什么呢 它不让这个蝉片外流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外流了 外面的人就可以去仿 去比对 烧得像不像 那现在我们已经考古出来了 宝也挖出来 还是没有办法解密它的幼质吗 对 基本上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仿的是 每一个高仿的这些工艺家 他去揣测的 去实验下的结果 但真正的秘方 你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 因为我们这个义务里面 含有那个土 现在的土跟古代的土 已经有点差距了 再和更何况里面 放了很多微量的东西 我们到现在不理解 还不知道 比如说文献上就有记载 这个宋辉中喜欢玉的美感 所以他要求姚公 你们烧的时候 那个瓷器不要太亮 太亮的话 太奢华 太高调了 我要的是含蓄的美感 所以他要姚公烧出像玉一样 温润的美感 那你想想 这个大臣就 姚公就头大了 怎么办呢 就好 他就中国人是什么 就是以形去论形 就这个猪肝 吃猪肝补猪肝 吃脑补脑 对不对 好吧 你要玉 好 我就去把玛瑙磨成粉 放在柚里面去烧 就烧出像那个玛瑙 那个温润的效果 玛瑙古代也是一种玉 是不是 所以刚好河南地区 也出产了玛瑙矿 所以在乳窑的柚里面 是有玛瑙矿的 玛瑙矿的 好 那我们肉眼怎么分辨 它的这个柚橘呢 它的柚橘 我们可以看到柚橘 它是闷闷的 你可以看到 闷闷的 它不是 闪亮的 可是这样是不是很亮 它不是很亮 它就是闷闷的 这种是有闷闷的亮 像玉一样的 含蓄的效果 它喜欢这样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乳窑 在外国人也很喜欢 因为特别称它为 宋行美学下的产物 宋代美学的产物 就是特别地去含蓄优雅 不去强调那种闪亮奢华 不是bling bling的感觉了 这个是一种闷闷的亮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柚 里面有很多维系的变化之外 事实上它里面 放了很多的玛瑙在里面 除了玛瑙 还有很多 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的这个磁土 一些矿石在里面 使得它这个柚里面 呈现一种很特别的效果 如果我们从那个 显微镜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 好 我们从显微镜可以 更理解教授在说什么 好 这是我 大概400倍左右的放大的 各位可以看到 显微镜下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气泡 比如说像这个都是气泡 是 气泡夹杂在一种 像云雾状的云雾里面 有没有看到 因为它有放玛瑙 所以玛瑙的效果 会形成云雾状的那种 那种丝状的东西 结晶在里面 我们看下一张 像这个是气泡 这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后面 这些破掉的气泡的后面 是那个云雾状 各位看这个这里 是不是像云雾状一样 像云雾在后面那种感觉 那是乳摇 现在做出来的 很美 很美 我们给大家看下一张 这次云雾状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云雾状 前面的有些是被涂咬的 所以会把云雾状的 这个丝状的遮盖了 这个比较没有涂咬的 那么厉害 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这些都是云雾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柚子里 所以它的柚子 如果用显微镜 会看出这种云雾状 对 除了这些之外 还要注意什么呢 它的柚子 它的柚子 基本上你还是要 放大进去看 然后因为它是乳着柚 所以它的柚是会流动的 慢慢流动的效果 所以它有时候会 肌肉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有肌肉 肌肉在 它肌肉的地方会显现出 一种偏蓝的效果 或者偏绿的效果 所以也是这个时候 会深一点 会深一点 因为它是肌肉 因为肌肉的地方 这是一种它的特色 一种 不见得每一件都有 但是它因为乳着柚的关系 它会有这个效果 什么是乳着柚 乳着柚的时候 它的柚不是那种 流动力很强的 在高温状态下 它是慢慢慢慢慢慢流的 所以它是比较浓稠的 对 它比较浓稠 因为你要烧出 那个温润郁脂般的效果 你就不能用 那个流动力很强的 那个签柚系统 签柚系统或者是 钙系统的柚 它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很亮 玻璃柚就很亮 它是那种乳着柚 因为河南地区的工匠 基本上在唐朝的时候 就是以烧乳着柚文明 就是花池 在那个乳山那边 所以河南的传统里面 就是很会烧这样的 那个闷闷的效果的东西 所以你们知道 宋朝的北宋的都城 是在开封 开封就河南 所以它用的工匠 基本上都是河南人比较多 所以它用的一些 自幼的自磁器的技巧 是以河南当作它的基础 这个也是残片嘛 那为什么它就感觉 好像比较 刚刚您说那个乳着柚的 感觉是不会那么亮 也不会那么滑嘛 那为什么这一片就看起来 好像很亮很滑呢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乳窑的烧灶 它不是皇帝去设一个厂 它是指定那个烧得比较好的 民间的窑窑厂去做的 所以它可能是不同的厂烧出来的 所以不同的厂烧出来 有不同的效果 而且它烧出来的效果 有一部分是要给皇帝的 有一部分可能是自己要卖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考古出土的 这些东西 不见得每一件都是官窑 不是每一件都给皇帝用的 像这一件就跟我们现在手上拿这件 感觉差很大 所以乳窑有两种 乳窑有两种 一种就是民间的乳窑 是要给民间使用的 一般的乳窑 另外一种当然是皇帝用 给皇帝派官员来选 苹窑很严格 是给皇帝用的 很少 数量非常少 烧的方法也不太一样 像这个烧制的时候 它那个窑窑是很小的 就是里面只能放个几件 它是专门烧给皇帝的 那像这个比较亮的 这个看起来就比较像是民间的 对 有这样的差别 你要看整个气形 跟右侧里面的一些 这个玛瑙的变化 如果有玛瑙纹 然后那个气形 也是做得非常规整优雅的 然后褥子非常温润的 那是关乳 关窑的 看来呢 皇帝用的当然是 卡头部的 然后用玛瑙比较多了 就是不计成本了 今天又上了一课 对乳窑 又有更深层的认识了 大学宝家 谁才是行家 我是阿关 是北娟 在今天这位收藏达人非常特别 他是飘洋过海到台湾 带着他的宝物 让教授来做鉴定 他其实呢 是住在马来西亚 当然马来西亚看不到我们的节目 但是他透过网络 他说他几乎每一集都看 而且每次教授讲什么宝物呢 赶快从家里挖宝出来 好好的比对比对 所以为了他的宝物到底真假 还有价值如何 还特别坐飞机来台湾 我们等会来看看他的宝物和收藏 我们先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 超强的监林团 国立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 曾素良 曾教授 嗨 大家好 好 欢迎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蔡菲莉 哈喽 曾姐 您好 曾姐 您好 曾姐 您好 曾姐 您说得很好 你为了上节目 是不是前几天就已经来台湾了 是的 你很想让教授看看 你的宝物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价值多少 那你来台湾去了哪些地方呢 我去了故宫 所以你对宝物很有兴趣 去了故宫 还有呢 还有去司林 司林夜市吗 对 司林夜市 吃了什么呢 司林夜市 吃了蚝尖 蚝尖 好不好吃 好吃 你觉得台湾想吃什么最好吃呢 这几天 这几天 面线 蚝尖面线也是很好吃 蚝尖面线 吃了蚝尖面线 蚝尖面线 你去了故宫 特别 坐飞机到台湾来 希望让教授帮他把宝物好好地看一看到底是真是假 你家里为什么会收藏这么多宝物呢 就是喜欢 就喜欢 对 那你通常宝物都在哪里买 都跟一个学古董的老师购买 所以你在马来西亚有学古董啊 是的 那这些古董买的都是中国的古董吗还是 是 不是找国的 买中国的古董 所以他对中国的文物很有兴趣啊 是 好 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你带的这是 这个是战国玉皇 战国的玉皇 那你的古董老师是马来西亚人还是 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 是 但是他对中国文物有很深的研究 是 他有研究 玉皇是什么 玉皇是一组配的其中一个配件 是 所以他真的是有做功课的 有老师在改 是 但是这个不是黄 这个不是黄吗 我们讲玉璧是圆的 然后半璧约黄 就是把它切成一半了 变成黄 所以这个跟黄还是有差距的 它没有这个圆的 所以这应该叫什么呢 它是主配里面的一块 一个玉配吧 以前带的是整串的 这是其中一个部分 是 一整串其中的一个部分 但它不是黄 黄是 半璧约黄 半璧才叫黄 所以 这不是黄 但是它就是玉配是 对 是玉石没有错 对 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 好的 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个玉配呢 这是在网络看到 你是在网络买的 是的 那你不是说你有跟 一位股东老师 学看的股东吗 就有时候就看看网络 看到有喜欢 也不很贵 就买下来 所以当初买多少钱 这个马比八百 马比八百大概是 整合台币八千吧 八千 那你这一趟 飞机票都超过这个钱了 是的 没有错 所以 所以为了来见 心目中的偶像 曾教授 是的 特别 不远千里儿 是 那你们去 你去网络买回来 就有没有研究到底 是 每次我在看你们的节目 在看大星宝家 每次讲到有古语的部分 我就很注意 所以你就会把家里的古语 赶快拿出来比对一下 是 而且因为你是看网络 可以重复一起看 是 所以你也是他的老师 不敢 空中教学 是 空中教学 那买大概新台币八千块左右的预配 现在值多少 我们请老师帮你见价 请见价 在清朝光夕时 有一场经思训练 就有做了这样子的杯 做个纪念 这是有吸管的 这个是有吸管的 这是吸管 这可以吸的 所以古人性还 这么有生活趣味 旁代就有了 这种随行碑 是 现代的随行碑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个预配呢 这是在网络看到 你是在网络买的吗 是的 那你不是说你有跟一位古董老师学看古董 就有时候就看看网络看到有喜欢 也不很贵就买下来 所以当初买多少钱 这个马币八百 马币八百大概是整合台币八千吧 八千 那你这一趟 飞机票都超过这个钱了 是的没有错 所以为了来见心目中的偶像曾教授 是的 特别不远千里而来 是是 好 那你有没有去 你去网络买回来就有没有研究到底 是 每次我在看你们的节目 在看大星宝家 每次讲到有古语的部分 我就很注意 所以你就会把家里的古语 赶快拿出来比对一下 是 而且因为你是看网络 可以重复一直看 是 所以你也是他的老师 不敢不敢 空中教学 是空中教学 他买大概新台币八千块左右的预配 现在值多少 我们请老师帮你剪价 请剪价 两万元 不错 他在网络上买的 对 网络上是也有 一般红色 但是比较少了 这件是后仿的 是 也就是说他不到战国 是 所以他跟战国的那些刚刚讲 你说他黄 他不太像黄 因为后代的仿的时候 把他改了 所以他看起来像战国 事实上他是后仿的 他应该是明代以后的仿件 明代以后 明代以后 因为他的雕工是老的 这也是古董 古董 因为上面这个庆是老的 是老的庆 对 是古代的人去做了旧 那雕工是老的 不是现代的 所以它是个老件 这件是老件 它这个玉石 这个不是和田 不是和田 那是一般的清玉 一般的清玉 但是它这个主要是 是个雕工跟形制 这雕的也蛮漂亮的 是 就是我这次看到很漂亮 对 不错 这件不错 这件是老玉 是老玉 虽然没有像网络上所说的 到战国那么久远的年 没有 它是明代以后仿的 它也是古董 明清剑 而且明代的人仿战国的东西 是的 对 明清剑 也不错 不错 是啊 想不到 有眼光 好 那这件呢 这件是跟我写古董的老师买的 他说这件是定谣 定谣 这个定谣我是不太看到 因为我自己看这个 右面没有老话的迹象 而且它的纹饰也不对 你自己觉得不太对 可是不是你老师卖给你的吗 是 可是你自己做的功课 反而觉得不对 对 我也是有面在学习 然后再看就觉得 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你认为的问题在哪里 它的印花是不对的 哪里不对 就是这维纹 维纹是旁边这个纹饰是不是 对 这个纹饰 这个边饰 你觉得这个边饰不太对 是 好 还有呢 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那你认为这个边饰是 这个边饰如果送带是一个一个的 他没有相连的 送带是一个一个 但他这个连在一块了 你觉得不太对了 是的 呦 他蛮认真 他很信心 对 应该是这样 他说他老师跟他说是定谣的 反而呢 他买回家之后 学生自己做了功课了 觉得不太对 觉得有一点 买多少钱 五千马币 五千马币 五品也如果照刚您说的会价 那也要将近五万块了 五千马币买的 糟糕买回来才发现 有疑点 教授其实我们也经常有 来宾会带定谣的东西 定谣的颜色都是这个颜色 定谣其实也蛮多种的啦 有的是偏谣的 就是说其他地区生产的 并不一定是河北生产的 也有河南生产的 也有其他地区南方生产的 也有 所以定谣是蛮复杂的 这定谣系是蛮复杂的 定谣系 所以它的系统很复杂 那它有什么特色呢 定谣一般来讲 它如果道地的 河北河南生产的 它会有泪滴 泪滴是什么 就是说它的臭会留下来 有点黄黄绿绿的 那这算不算泪滴的 真的没有 这个可像有留下来啊 还好啦 就是说它会滴在这个地方 滴在底下去 它这个泪滴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它有什么竹刷纹啊 另外就是说 它的气泡是比较稀疏的那种 然后它的气型会比较薄 可是它这个薄要看情形 然后的修胎 也是有它的趣味 修胎 修这个圈竹也有它特别的味道 应该是这样的 好 我们也来见价 请见价 一万元台币 哇 因为这件 那就是不对的东西了 这件不道地 是 就是说不是标准的东西 对 包括圈竹 你看这个圈竹 它修得太细了 是的 真正的宋代的圈竹 它会细 但是没那么细 另外就是这个右面呢 太平滑 太平滑 另外它没有泪滴的感觉 然后刚刚你讲的没错 就是说这个回纹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它的纹路的问题 它的纹路 它的纹路 因为它是印花 印出来 应该会像这个样子 这是宋代的这个引青 引青是在学定谣 那你看它的印花 它是有深浅的 它这个印花好像只有线条 对不对 它是有整块浮起来凹下去的 那种浮雕式的味道 你这样只有线 就只有线条 只有线没有面 所以它这个件是不道地的 不太真实的 不是标准的东西 是的 那我们买当然尽量买那个典型的东西 标准的东西 这个风险比较高了 是 所以是有疑问的 可能是不对的东西 是的 没关系 总是错中学 学中错 学中学经验 错中学经验 好 我们来看 那这一件呢 这个是 君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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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人 中文都说得这么好吗 好吗 我觉得我说得不好 不是 您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啊 所以马来西亚其实普遍 马来西亚人都有学中文吗 有 都有学 都有学中文 华人都有学中文 华人都有学中文的 所以中文讲得真的蛮不错的 谢谢 至少我们沟通是没有障碍 君尤 你为什么认为它是君尤 那你在买的当下不觉得它不对 回来研究才觉得有问题 是的 哦 可不可以讲讲 你回来做的功课 发现它哪里不对 它右面太平滑 又太平滑 没有老话的象征 哦 你这个学生蛮用功的 是是是 他说它右面太平滑 没有老话的象征 除此之外呢 还有什么你觉得 有疑问的地方 应该是这两点 我看到是 好小好可爱 这应该也是香炉吧 对 小香炉 小香炉 那你买多少钱呢 这个 五千马币 五千马币 贵耶 所以有将近五万块 嗯 但他说 他回来才发现 这个不对 所以你缴不少学费哦 是的 缴了不少 缴了不少学费哦 好 那我们经常说 读完捐数不如行万里路 这次你来台湾就对了 是 跟曾教授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啊 教授给他指点一下 我只是尽量把我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君瑶 我们过去有讲过君瑶 君瑶是 辨谣 谣辩辩 谣辩辩 我老是讲道法 谣辩辩 谣辩就是它这个 又是会流动的 对不对 所以教授你曾经讲过 君瑶因为谣辩的关系 所以它每一个物件 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的花样 出现在 对 很少 几乎 除非它没有上红柚 就是蓝柚 可能会比较像一点 如果上了红柚 它不会一样 它是进去少洲 自然产生的花样 对 就先上了蓝的 再上了红柚 去让它自己变化 就这样 所以绝对不会有 都是独一无二 绝对不会有重复 一模一样的物件 对 好 它买不少钱 好 我们来见价 等会来看你的眼光 对不对 来 请见价 两千元 所以真的是不对的 他刚刚说 右色有问题 因为是这样 如果上了红柚 那么多 应该往前推 以目前 要往前推 那往前推的话 这样的东西 应该是宋朝的 是 对不对 才会烧出这么多 红的东西 因为越往后 它的红点就越来越少 到了元代的时候 它的红点只剩下点了一点 是 金代的时候 还有点 稍微扩大一点 所以宋代的时候 才可能做出这么红的东西 所以这件如果是宋代的 那应该更早 可是问题就是 您讲的 它老化不够 为什么不够 你可以看它屁股后面 这个 这个亮点 是新 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幼是新的 是的 对不对 然后你再看它的这个 肉胎的地方 也没什么老化 加上这个红柚 它的红柚的那个红 跟我们看到那个红不一样 它是很散的 对不对 如果是真的 它那个红柚会有一个点了以后 会有晕的那个现象 一层一层往外扩散那个现象 它这个没有 它是整个红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 不对的 现代的 黄品 好吧 现在他们做得很好 他的股东老师怎么老卖它 不对的东西 不是 这个是 其实每一个人看法会因为 他对某些比较熟悉 某些就比较不熟悉 就看你看得多 看得少 不过 他学习能力蛮强 对 他很细心 我觉得这就是收藏 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他虽然缴了不少学费 但他买了回去之后 他自己有做功课 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你花了钱 你就会学习 你就会认真 你说看我们的YouTube 你都会 比如现在在讲玉皇 你就赶快把玉皇拿出来 你讲玉佩就把玉佩拿出来 对 没有错 他就比对 就这样学 慢慢你就会提升 慢慢学上来 好 来 这个物件呢 这个是清朝的光系年间的一个秋操碑 秋操碑是什么 它是一个纪念碑 它是在清朝光系时有一场经思训练 像我们的军演 对 他们应该现在是在秋天的军演吧 所以叫秋操嘛 是的 没有错 然后那一场军事训练 跟这个杯子有什么关系 他们就有做了这样子的杯 做个纪念 给一些金冠给他们做一个纪念 纪念那一次的秋天的军演 是的 可是这看起来也不像杯子啊 这是有吸管的 这个是有吸管的 这是吸管的啊 这可以吸的 这装酒 装茶 可以这样吸的 这是随形杯了 是 是 现代的随形杯 难怪这边有个洞 所以古人竟然还这么有生活趣味 唐代就有了 还做有吸管的杯子 唐代就有了 不然吸管一看就知道 不是喝珍珠奶茶的了 没有趣啊 所以那这个是 那是鉴定的那个火气印 是 这个是 我老是从中国买过来 那个当初在中国是有经过鉴定的 是 所以这是经过鉴定的一个印记 火气印 那这样子就应该问题不大了 希望问题不大 哪有多少钱 这个是马币三千 马币三千 所以大概是三万块左右 是的 那你每次买来之后都会回来做研究嘛 是 刚才你也说 这个虽然老师说是定谣 你觉得不对 是 虽然老师说是军谣 你也觉得不对 那这一件你觉得对不对呢 这件有可能对 有可能对 没有一点 这件是我从家室的拍卖 网路拍卖回来的 你看他从网路买到股东老师的 现在买到家室的拍卖了 对 一直在网上紧接 你家室的网拍了 是 小心 那照耀小心 照耀小心 是啊 你一摸就知道了 好的 有光 而且是皇家品级才有办法做到这样的 虽然它也很亮 但是它就是对的东西 对 今年另一次的秋天的军演 是的 这看起来也不像杯子 这是有吸管的 这个是有吸管 这是吸管 这可以吸的 是装酒 装茶 可以喝这样吸的 这是随行杯 是 现代的随行杯 难怪这边有个洞 所以古人竟然还这么有生活趣味 唐代就有了 还做有吸管的杯子 唐代就有了 不然吸管一看就知道 不是喝珍珠奶茶的 很有趣 所以那这个是 都是限定的火气印 是 这个是我老是从中国买过来 当初在中国是有经过鉴定的 是 所以这是经过鉴定的一个印记 火气印 那这样子就应该问题不大了 希望问题不大 这个是马币三千 马币三千 所以大概是三万块左右 是的 那你每次买了之后都会回来做研究 是 刚刚你也说 这个虽然老师说定谣 你觉得不对 是 虽然老师说是军谣 你也觉得不对 那这一件你觉得对不对呢 这件有可能对 有可能对 没有一点 因为它在很早期就买了 因为是老师早期买的 比较不容易买到不对的东西 是的 那你有没有研究这个物件本身呢 这个物件本身它是 你有没有什么担心的地方或疑点 这个没有什么担心 希望它是真的 他很有信心 他说 他认为 这个物件没有疑点 应该是对的 而且又是老师早期买的 早期可能造假的东西没那么多 希望是 好 三千马 对 三千马币 是的 好 好来 请见价 一万两千元 台币吗 对 那么到底是不对还是不对呢 我觉得这件我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 这种杯子我见过 是比较小一点的 口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了 不是那么大的 另外呢 我们看它的 会不会是给军官喝的 就做大一点 还有你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的趣味 写出来的趣味 比较像现代人写的 我来看一下 是 啊 当啊 我还没注意到这边有字呢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对 他这边写了 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安徽 太湖附近 秋超纪念碑 因为我们讲过 就是说玩古董 其实要从书画先打基础 所以这里就有书画的东西在上面 可是如果你没有书法基础 就看不懂 对 是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书法 你会觉得这个书法 因为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书法的风格 比如说宋朝的风格 明朝的风格 元朝的风格 清代的书写风格 现代有现代的书写风格 民国的事物 民国的书写 这个不是清代的书写风格 是 这个看起来非常自视的东西 非常自视化的东西 所以它不太像 不太像是那种皇家的东西 另外就是说 因为它是秋超纪念碑 对皇家做的嘛 对不对 皇帝做的 皇帝命令 景德镇去做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线条 比如说这个饼的下面这个线条 一 二 三 四 对不对 然后再看这个线条 这里有线条 对不对 是 像这个线条 花花瓣的线条 是 都不像是清代的线条 就是比较像现代人画的线条 是 因为现代人比较没有拿毛笔 所以你在画线条的功力啊 用笔的笔调啊 跟古代人不一样 古代人每天拿毛笔 所以他画的线条 其实他衣讯的是书法的趣味 可是这个没有 这个线条是没有的 所以你看久了 你会觉得这个杯子有点呆板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 这有点呆板 是的 不是很漂亮的东西 你还是给它一万多块 你看 因为这个东西 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我觉得了 它出来 生产出来也有了 有几十年的历史 菲莉你没有装个水啊 或饮料真的喝喝看 没有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喝啊 应该是可以啦 真的可以啊 但是我不觉得它很老 不觉得它是清淡 因为光绪离我们现在也很近了 一百多年了 是 所以很多防瓶的 它会防清晚期清末的东西 因为很像 也很难辨别 所以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清晚期的东西 跟我们因为时间点太接近了 对 越近的 比较不容易分辨 包括书画 包括瓷器 都很像的 好 所以它是仿光绪的 很有可能是仿光绪的 是 喜不喜欢台湾 你是第一次来台湾吗 没有 第三次 第三次 最喜欢台湾什么 美食 鹅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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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台湾的美食 是 那这次去故宫有看到 看到什么 看到瓷器 一期 书画 书画就没有时间去看了 会呆到 明天 明天就要回去了 明天 所以就录完节目就回去了 好 来 这一个物件呢 这件事 我从加士德拍卖 你从拍摄买回来的 还是加士德买回来的 加士德网络拍卖回来的 你看他从网络买到古董老师的 现在买到加士德拍卖 一直在网上剪接 加士德网牌 是 加士德网牌 加士德网牌的东西 你认为这是什么朝代的呢 这个是清朝的 清朝的 清朝早期中期还是 的光绪 都写了光绪 清晚期 晚期的东西 写的清光绪啊 那叫人 有小夕的 叫我小心 是啊 所以有希望蒙后 有希望吧 那是不是就皇家在用的呢 确实 看看吧 很漂亮 那你做了功课 你看它是不是对的东西呢 也不因为它是加士德了 以你自学 你觉得它是不是对的东西 是对的 是对的 为什么你觉得它是对的呢 这个右光很好 右光很好 还有呢 然后它的画工也很好 画工 是 除了右光画工 再加上是大拍场 也是 比较有信心 对 所以拍了多少钱 这个拍了三千美金 三千美金啊 是的 什么时候买的 三年前 九万块钱 一个小别儿买了九万块钱 这个是皇上在做什么用的呢 吃点心 是吧 看起来像吃点心的样子 不像是吃饭用的 这是祝寿的 祝寿啊 红蝙蝠 蝙蝠 祝寿盘 祝寿盘啊 所以是 好像生日的时候吃点心的 也可以讲讲 有这个可能 好 来 光绪皇帝的吗 来 我们来建价 请建价 三十五万台币 三十五万台币啊 哇 那么这是对的东西 这是对的 所以你看 同样的都是光绪款 对不对 对 你看哪一件是皇帝用的 你注意看啊 是 我们注意看 你看这个蝙蝠 每一只蝙蝠 都有各有动态 而且画到笔调是非常细致的 染的弓也做得很好 你看它的表情 然后你看那个云纹的那个 深浅笼带 包括线条 包括整个云的结构 是一个高级的设计 非常高级的设计 你在看后面 这个蝙蝠 每一只都画的深浅笼带 表现得非常好 线条非常细致 你看到没有 是 很细的 嗯 而且这线条就符合清代的画师的技法 你可以看到 然后 他讲了这个右光 你一摸就知道了好的 右光 所以刚刚是三千美金 教授公是一万五美金 因为这皇家的 一万五 是 你现在去摸这个 你摸这个 你看它 当时他们做的这个 这个弧度 对 了解 是 你要了解这个东西 它的圈竹修得多好 但是又不呆板 虽然公绪皇帝是个悲情皇帝 但他用的东西还是有皇帝的规格在 当然 光绪以后啊 实际在往下降 嗯 到了那个最后皇帝 溥仪就不行了 哦 但你看这个 大清光绪年词这几个字 你仔细看 写得规规矩矩的 而且 不呆板 不呆板 这些东西 那你看这个字以后 你再来看这什么秋操的字 你觉得呢 是的 这个就高下厉害 所以我说我对这个我是怀疑的 我不会说它是真的 但是这件我觉得它是真的 啊 而且他做的好细致 这个是什么 非常细的 嗯 这是他贴的那个Christy的标签吧 哦 是的 你把它撕下来啊 你把那个认证的标签 但是这件呢 你从这个佑光 从这个修竹 从这个华工啊 嗯 是的 你就知道它是老的 它 而且是皇家品级 才有办法做到这样的 虽然它也很亮 但是 它就是对的东西 对 因为它现在距离我们现在 一百多年嘛 所以这量还是会很亮的 对对对 哇 机票钱都有了 是的 值了啊 近上来台湾 皇家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 公公这一天就值了 嗯 因为你看这个红蝙蝠啊 它上面的红料 包括这红料 就好几个层次了 它不是只有单一层次在做的 哦 是 你看那个青花料就知道了 青花料也是好几个层次做出来的 嗯 那个都是要把那个颜料做很细分的 才有办法 而且画工要做到 能够把层次画出来 包括云朵也是 你看那个云朵啊 云朵的颜色深切 做得非常细致的 那不是一般画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哇 真的要好好保存 四十万 你看 你看背面那个蝙蝠 你看看 那个画得多细 还有那个层次 阿冠你觉得呢 很美 是啊 哦 所以 给皇帝不能乱搞的 虽然是光学皇帝也不能乱搞的 这个不是皇帝品级的东西了 是 哇 真的太开心了 是 有没有机会双喜临门呢 因为过年期间呢 我们要大方送红包 希望你抽到大奖了 那就真是双喜临门了 但是抽奖之前还是要考考试了 我觉得菲力没问题了 菲力很用功了 我们先考个问题 如果答对了呢 你就可以抽奖 我们最高奖金有 一万六千八百块新卡币 希望你抽到大奖 好 请问 有落年号款的官瑶瓷器 始于何时呢 一 唐贷 二 明贷 三 送贷 这个题目不简单 有落款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唐 明 送 请作答 明贷 明贷 要不要再想一想 不用想 不用想 很有自信 明贷 明贷 不改了 不改了 不改 答案是不是明贷呢 标准答案 恭喜 对 菲力真的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 可以 她很懂的 她真的很懂的 她有在学习 有在认真读书 好 来 抽个红包吧 好 就您装大奖 好的 就这个吧 就这个吗 决定了 也不改 不改 你不要看她是个弱女子 她做事非常果断 决定 绝不改变 我们看你抽到多少钱 好紧张 听你好紧张 我们看看 哇 1 1 6 输定 跟我这个红包 就供你买机票了 希望 哇 哇 8 4 0 再多一个0 多一个0 恭喜 17080 可以吃好多 蜡蜡煎和蜡蜡蜡 是的 是的 谢谢 好 谢谢菲力远超 马来西亚来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